刚刚迷上华晨宇的音乐,又被他敢说敢做的人格圈粉了。 人声定律 从我们呱呱落地到长大成熟,很多道理都是通过父母老师的教会而得知的,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定律或者准则,来面对这个已知而又充满了未知的世界。 而有一些人,从小是自己长大的,比如华晨宇。 没有人教他该如何去面对世界,没有人告诉他怎么去接触朋友,怎么去解决一件事。 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,要么脾气古怪,要么性格会暗,能活成阳光般温暖又充满了正能量的,实属少数。庆幸的是,华晨宇就是这个少数里的一员。 海水是咸的。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。 但是有多少人亲自去验证过呢?或者说主动去验证过?恐怕都是在海里判命学游泳的时候,不小心枪到了才会发现海水的事实吧。 而华晨宇,在《花儿与少年》节目里,第一次看到海,便亲自走进,蹲下,去品尝了海水的味道。 。 当他傻乎乎的一边皱住没一边喊住真是闲的的时候,一定有很多人都在取笑他,都这么大了,也太没有常识了。 怀疑和验证都是一种自主的态度。 。 即便是常识,在没有亲自体验经历前就毫无疑虑地全盘接受,注定,只能成为一个平庸的人。 。 不是自嘲,这是事实。 善于思考善于提出疑问的人,总会更容易学到更多的知识。 。 除了好奇心和怀疑态度,华晨宇的直爽更是让人钦佩。 台下看起来呆萌呆萌颜颜少语的少年,一上台立刻画风一转,变身轻视大魔王,在镜头前什么都敢说,毫不避讳。 。 在2016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上,华晨宇荣获了最佳男歌手奖。 上台领奖的时候,他说。 我不是太会说话,我今天有点紧张,我今天三周年了,见证我出道的当年我的评委,大师姐春春也在台下看住我,所以我今天非常的激动。 。 我希望未来在音乐上我可以越来越好,也希望中国的乐盘越来越好,也希望喜欢听音乐的朋友们,音乐的品位越来越高。 。 第一财经周刊采访,当记者问华晨宇。 您认为我们的流行音乐这几年有进步吗?的时候,华晨宇回答。 。 没有。 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成为音乐人,都可以原创。 但真正会原创的没几个。 。 写歌就跟画画一样,拿个笔就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画,但你要把它画好就很难,创作也是一样的。 。 。 这样的话,娱乐圈里有几个敢这样直白地讲出来的。 华晨宇敢。 因为他是真的爱音乐,对音乐有自己的态度,不喜欢随大众,不喜欢违心附和。 。 也许你会说他个色,冲大头,但是如果你同样热爱音乐,仔细听听他说的话,你会觉得,他说的没错。 关于他的直言不会还体现在对生活的态度里。 。 在一档早谈类节目可烦清听里,面对助老一辈的主持人,他也说出了互相学习这样的话。 。 如果是其他人,我相信一定都是毕恭毕敬地向您学习,我还不够好之类谦虚的对话。 。 但是华晨宇却特别直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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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是年长还是年幼,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不同的值得学习的地方。 。 看住节目结束时两人相视而笑的样子,这画面很有在一个温暖的家里,子孙对话的感觉。 。 长辈在认真的倾听,晚辈毫不掩饰地袒露心胸。 简单快乐,真好。 。 。 其实,人生观并非一定要是常态的,符合大众认知的。 。 。 乡车豪房,身家过亿,这种生活并不一定是享受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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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,就像华晨宇说的那样,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环境里找到一个最自由最舒服的方法生活。 。 人活住不是为了比较为了攀高,而是在所有的经历里能留下一段自己的故事,哪怕并不轰轰烈烈,至少是快乐而无遗憾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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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我告诉自己,我就要过那种高等的生活,高人一等的生活,我觉得吃火锅就是比吃白菜这个概念是高一等的,或者说在吃西餐,这个是比吃火锅再高一等的,那这样的话。 。 。 这个是外界告诉你的,但谁告诉你的,但是真正事实上,牛排会比白菜要贵,这也是外界告诉你的,如果没有人教你这些呢? 你不知道这个物价,什么都不知道,你会认为什么是好的呢? 如果你生下来没有人告诉你金钱这个东西,只有一个医生过来跟你说,这个白菜你吃了,会比你吃牛排对身体有好处,而不告诉你哪个贵,你可能会选择吃白菜 感谢观看